哈囉,開始拍片了 我們這次買的是 台電本部的便當 拿起來再拍一張照 這個紙要拿走 視角小心不要敲老敲 就東西都沒得吃了 OK,轉一下方向好不好 轉一下台鐵的方向 還看不到 再轉,再轉 都OKOKOK 這個已經在錄了 台電本部便當 這個賣一百塊 剛剛有八十塊了 那八十塊的菜色就差很多了 價錢是有差啦 有沒有看到,剛剛有賣八十的 六角八十是比較 比較沒有這麼多豐富的菜色 你試試看 它這有花椰菜 花椰菜 對 對 對 你看看這個排骨 滷的排骨 那下面有好像菜 是懷舊便當 下面的飯 高麗菜 嗯,高麗菜 吃它飯 它飯應該比較 比較 濕潤一點吧 現在飯的感覺是怎樣 賣一百塊 跟六十塊便當比 菜車比較多 哦,對 對 菜車比較多 白舊的 那個六十塊的都很便宜 對啦 你今天怎麼 怎麼刮 我看那個飯好像不是一般的飯 它是 它是有 你不會看這樣飯 感覺不一樣嗎 嗯 我聞到那個 油蔥的味道 對啊 就更不是白飯 這樣吃 你又吃不出來 我感覺到油蔥去 我剛剛沒有這麼白飯 這不是白飯 我剛剛沒有這麼講 不然你講什麼 你都 你就寫 食 吃 東西都沒有講說 那為什麼 為什麼賣八十塊 一百塊的 有什麼差別 一樣有八十塊 看起來是一塊排骨 啊 那飯不一樣 料不一樣 連飯都不一樣 嗯 好像聞到那個 有蝦米的味道 蝦米啊 然後好像有油飯 那種感覺 是不是 嗯 對啊 賣一百塊可以啊 下面是白飯賣一百塊一塊排骨 不如買六十塊就好了 笨蛋 嗯 對啊 好吃嗎 還不錯 好啊 就讓你寫啦 我 我不吃了 因為我要拍片 又要那個麻煩啊 我們珍珍小姐講的 就是正確的 對吧 不然你給我吃一口飯就好了 我吃看看 我轉過來吃看看 哦 哦對啊 不一樣吧 你講說 一百塊便當 怎麼沒有那個不好吃 那這個根本就是好像 下面就是有加那個 就是懷舊那種古早飯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蝦米的香氣 還有那些 油蔥酥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整體而言 這個賣一百塊 OK OK 好啦 OK 所以要做什麼 買用餐了哦 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訂閱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哦 來台北車站一定要買一下 六十塊便當跟一百塊了 還有八十塊了 很多吃看看 不錯 OK 有什麼不一樣 好啦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哦 拜拜再見 拜拜